哈囉大家好我是寶博士 我們今天要來示範一下 最近很夯但是已經爆炸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歸或永遠不會回歸的 流動性挖礦 現在最紅的呢就是這個壽司啦 壽司 壽司農場 壽司農場 那壽司農場呢第一個事情呢是我們要解鎖我們的錢包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這個各種壽司啊 看你是想吃恐龍口味的啊還是什麼 那最近看起來哇已經有一些新的東西出現了 就不一樣就是說 我稍微解釋一下好了 這個壽司農場有點像是這樣 原因是因為呢有一個新的 之前有一個滿紅的 這個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叫做Uniswap 那Uniswap呢有一點像是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買賣機票座位的網站好了 他可能手上沒有機票座位 可是卻想要賣機票座位有點像旅行社 所以他就說那有機票座位的人呢 麻煩你把機票座位放到我這裡來賣 OK 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呢就把機票座位放到這裡 那他可能會給他一些好處 那他賣左手賣掉多少錢呢 分一點錢給這個擁有機票座位的人 這個SushiSwap呢就很聰明啦 他就說那曾經把機票座位給Uniswap賣 然後呢手上握有這個機票座位的 這個所謂的借賣憑證的人 SushiSwap就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你憑證拿著也是拿著 你就每天只是在等利息 那不然的話呢你就把這個機票座位的借賣憑證給我 那我再幫你這個再多給你一點利息 好像有點是這樣啦 所以他就說呢那不然你把借賣憑證給我 你放著也是放著 那你借賣憑證給我的話 我還可以再多給你一些利息 所以呢大家就把在Uniswap上面借賣的這些憑證呢 就是又交給了壽司師傅 那壽司師傅會交什麼給你呢 就會交壽司幣給你 那這個有點像是一個我拿了你的借賣憑證的憑證 那你就依據這個憑證他又會再分錢給你 那更厲害的來他就說 你想不想要多再多賺一點錢呢 他說那你再用直接用現金購買 我的借賣憑證的借賣憑證 然後你再把借賣憑證的借賣憑證再放進來 那我就可以直接用現金 你不用拿機位跟我換了 你也不用拿機位的借賣憑證給我了 你就直接拿現金給我 然後我就再給你機票做借賣憑證的借賣憑證 那你再放進來我就可以再多分這個利息給你 那所以呢這個事情呢就非常火熱啦 大家就會開始這個花現金開始去買這些東西 那再把它放進去 那就開始進入了這個壽司幣的價格也被炒高 然後借賣憑證又不停的被放進壽司師傅的手上 那我們剛剛是用機票座位來比喻 其實是因為這個 大家知道旅行社是在賣機票座位 他可能會先買一大堆的機票座位來賣 那剛剛我們在這個case裡 真正在區塊鏈的世界呢 這個所謂的機票座位 其實就是以太幣呀 其實就是各種的虛擬貨幣 那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我也不知道我們能不能解釋更清楚了 大家自己感受一下 那我們現在要來跟壽司師傅進行交易 跟壽司師傅進行交易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能不能把它放大一點 好 那有一點複雜啦 就是說呢 我要跟他說 我有點像是 我是要把哪一個 航空公司的機票座位 借賣憑證給他 那每一個不同航空公司的 這個借賣憑證 現在的存款利息都有點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哪一個比較划算 你看這個Sushi就一直說 你再提供借賣憑證的 借賣憑證的流動性 好那 這個我們就不講了 你無法理解 我沒辦法再讓你更清楚了 那我之前呢 已經開通過這一個compound 也就是這個叫compound幣的 借賣憑證 好的這個流動性憑證 流動性憑證 的這個這個開通 因為他需要一點智能合約啊 先簽訂啊 這個交易關係啊等等的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呢 比較容易做啦 那所以第一步呢 我要先到uniswap 提供流動性 那我們的這個 航空公司呢 是comp 那這裡呢 你就是要確保你有以太幣跟這個 就不管你是哪一個幣 那都要是這裡有的 要是這裡有的 要菜單上面有的 他這個受制師傅願意接受的 OK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來這個 放一個好了 哇一個還不行 太多了 因為我這裡只有 只有1.7 所以我如果要放1.7的話 我就要給予 0.8以太幣 這是 這其實我也不太懂啦 總之就是 這兩個東西都要一起放進去 這有點像是保證金之類的嗎 大家可以在留言處告訴我 這到底是什麼 然後呢我就按一下supply 那 我就會得到0.99 唉 沒辦法再更多 因為我comp沒有那麼多 0.99的 呃 單位的這個 借賣評證 就是我的流 提供流動性的這個 證據 證書 好 那我們就apply 然後呢 我們就按confirm 那我們現在就會跳出這個 呃 gas fee不錯 還可以 可以接受 其實以前很便宜啦 但是現在就很貴 好我們來給他多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在表演這個錄影 不能等太久 好 OK 所以大概是500塊 好 然後呢 對 教學 教育 知識 是無價的 那為什麼我一直會變模糊呢 嗨 好 OK 理論上不會太久啦 因為我已經出了 比這個網路上面更高的手續費 手續費的單位呢 現在是這個數字 那我們剛剛出了150 所以應該應該是OK的 應該很快就可以通過了 OK 應該啦應該啦 前幾天是隨便操作一下就是幾千啦 OK 好 所以呢我現在已經有一個界賣評證在這裡 叫做 Uni V2 那他其實後面好像還有很多的單位 我就有點不太懂 嗯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我就來這裡 然後就說呢我要來Stake 我要來Stake 那為什麼我不能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裡呢 我其實就有 Compound對上ETH 就我們剛剛放進去的這兩個東西 的Uni V2的LP 這好像是叫一個Liquidity Provider 就是流動性提供者的評證 然後就按一下Max 然後按一下Confirm 我就等於把我的評證給壽司師傅啦 這樣理解嗎 OK 好 然後呢我們現在一樣調高一點 155 哇上課成本很高啊 所以我以後影片是不是應該要收錢啊 大家可不可以貢獻一下捐款連結 好不好捐款連結 對啊貢獻一下不然的話這個錄影教大家買壽司 好像這個有點貴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交易是不是已經完成了 OK應該也是不會太久啦 OK完成 欸 我們就要開始 我們就要開始 賺壽司囉 OMG啊 已經有了 0.001顆 壽司 好不好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執行這個動作的人呢 你會需要 再多一點點的手續費 好 比如說 喔原來我還有一堆壽司還沒領欸 好 那 欸我怎麼不記得 等一下 喔 那是我的錢包裡面本來就有的 那這個是我現在正在賺的 OK 好 所以呢 我現在就進去看 他有趣的點呢 就是他是realtime 即時的 所以我現在再重新整理一下 也許等一下就變0.002 OK 好我們現在不要那麼那麼笨好了 所以這裡呢是什麼呢 他 呃 每一個區塊 他會 就是區塊鏈嘛 就是每一個新的帳本 總是有每一批人完成交易以後呢 他就會發一千顆壽司 給平均分攤 平均分攤給 呃 有提供流動性的人 OK 那就是 你看 欸變多了 變0.004啊 那他這切面其實 雖然是從一個叫做YUM的平台上面偷來的 但總之整合的還不錯 整合的還不錯 好啦 所以就是這樣啦 那如果你想要收成了 你就要按harvest 就是收成嘛 那你一樣還是要付一點手續費 把你的壽司領走 那壽司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 我不只要領走我的壽司 我連我提供的這個售賣評證 我都要一起領走 那你就是按on stake 然後按max 那就把它全部領走 那你這時候做的這個交易呢 就會是連你的評證 然後跟你所有的壽司 你賺到的壽司一起領走 OK 好啦所以就是每天就在等著壽司進來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壽司現在的價格 Crypto OK看一下壽司的價格 壽司價格 Sushi OK 請大家記得這是一個非常高風險的動作 因為Sushi的這個平台呢 雖然有經過審計最近 然後還是有兩個中等程度的威脅 也就是還是有 呃中等程度的被駭客入侵的機率 那你的售賣評證可能就會被拿走之類的 OK那聽說啦就是 如果真的有什麼資安危機的話 他在智能合約裡面有寫 兩天的時間可以讓你的資金逃亡 好不好就把你的評證 拉回來 那我因為前陣子實在太忙了 我就覺得 怕出問題的時候來不及領回 所以我先把我裡面的評證拿走 所以我的壽司有暫停製作一段時間 但因為現在呢我覺得 好像這個暴跌的情況已經停止了嗎 總之是很危險的事情啦 那我只是覺得這東西蠻有趣的 那在可以負擔的範圍之內 我們可以試試看 但是因為他的手續費蠻高 你看我們剛剛來回 兩次的交易每次就是500塊 然後我為了demo所以會比較高啦 所以你實際上操作可能是300塊 好那還有一個東西要解釋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要放進去的流動憑證 可能是我不知道唐老鴨 那你可能就要先放進去之前呢 你就需要先做一個驗證 然後說我願意讓唐老鴨的這個憑證 流動憑證放進去給壽司師傅 這也是要錢的 然後總之啦就是大概你如果說第一次做的話 你的交易的手續的次數會比我多兩次 理論上是這樣 但是如果在這裡你以後會再多好幾次 這裡我也開通了可能也是要兩次 所以這個整個的成本其實是蠻高的 一共可能要六次左右 你如果都沒有做過的話 可能要六次的智能合約的交易 那每一次如果是400塊的話 你可能就要六次可能就要兩三千塊 所以我們現在是教學為目的 所以就是這樣 好那這是壽司之神 壽司之神的版本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系列的影片 希望你可以按喜歡按讚分享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下課囉 拜拜